我们能走到今天这条路 那个时候特别感谢老师和吴大哥 没有两个大哥 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歪歪还能搞啊 能挣到钱呢 如果说当时一搞就没就挣不到钱 可能早就该凉凉就凉凉了 就该回城就回城了 真的这个任何人生就是走一路看一路呗 走一步看一步呗 呜呜呜呜呜呜呜 但是好像菜有点不够吃啊 全是肉啊 嗯 害你了 这是条不归路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也没在这条路上没有改变初心呢 我以前跟东北人说的 我说生活第一直播第二 直播是为了为生活服务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改变呢 啊 我也没有改变呢 我的现在的生活 我觉得也挺充实啊 其实我也不累 真不累 只是时间拉长了一点 然后早上呢 细细懒叫 我为什么要把搞到晚上 因为早上要发快递又急又赶 又急又赶 不要早上很早起来又冷 然后人家八点钟以前又要走 早上别人又有事儿 别人也敢的也敢的 就事情做不好 反正晚上嘛 无所谓 时间慢一点慢一点 晚上就是开到十一点 开到十二点的播 也无所谓 现在我已经从那种脑中 繁重的体力脑中当中 有点点解脱出来了 嗯 你没有再去像去年一样 自己去挖 自己满山跑 现在你看吧 那些东西都是收来的 自己挖的很少 火大了呀 锅都烧烧红了 可以牛居了 让时间滴滴答答 忙是好事儿 确实是 确实是 而且我不光忙 不然我们都不是 我们都感谢大哥 不然我们都不认识 对的呀 杜姐 要不然 你都是 你来的时候 我都播半年了 你来的时候 我都播半年了 那个时候 先来的是老仙和活舞 后来是来的浮沉河 浮沉河一来了 感觉我直播间就是 那个 叫那个 定海神圳一样 真的就是这样 谢谢老仙儿 谢谢老仙儿 嗯 嗯